快遞員將手裡拿著的包裹 放在住家門前敲門告知 說時遲那時快 後方一名穿著深色連冒深的男子 迅速衝上前把包裹拿走 快遞員第一時間還以為是屋主 直到家裡有人應門才回過神 發現原來遇到強匪 美國和俄州近期一戶人家 上網地購智慧型手錶 誰知道滿心期待的商品 才剛送達家門口 竟然就被明目張膽的竊賊 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偷走 讓屋主大傻眼 事後屋主調閱監視器 發現快遞員抵達時 後方一輛藍色轎車尾隨停靠 小偷搶走包裹後 立刻搭乘同輛轎車揚長而去 警方初步研判為預謀犯案 正在著手展開調查 只是快遞員千百種除了塑形不良的 還有健毅勇為的快遞員 不僅送貨還順便驅趕剛好看到的 響尾蛇 但送貨途雨搶劫 目無王法的大膽行進 對屋主和快遞員來說 或許還是頭一遭 喔 大家新聞新聞新聞報導 好看喔